师父好,在海难中,善良的渔民和强盗同时遇难。 他们都求菩萨救命,菩萨是否会救强盗? 还是指救善良的渔民呢? 其实很简单的解释,菩萨是众生的母亲, 可是那传百姓也是他的孩子, 可是做强盗的也是他的大儿子, 他救不救呢? 如果你是他妈, 你没觉得他是强盗, 你说这孩子走歪了,我都要修理他。 误入歧途,对吧? 对,你能不救他吗? 救不来再教化。 对于母亲肯定都是用这个动作, 你不用说儿子焉死算了, 那一般舍不得,对不对? 为啥舍不得呢? 这叫爱,他的慈悲爱。 所以都是同样救。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 尤其是你刚才讲到, 菩萨这时候看到大风来了, 肯定一会儿叫藏身大海, 没有人可以救了, 旁边也没有什么救生船, 就是两条小木船, 一条木船就是强盗船, 一条船就是百姓船, 对不对? 谁都活不了。 对不对? 他想求人的时候, 求个人力量不可能, 对抗那个十二级台风, 没人可以看得了, 必死无疑。 所以这个时候, 他心念发生是求菩萨呀,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现在在默念这段咒语, 再和菩萨相互呼唤呢, 我在呼唤菩萨来救我, 菩萨就要救他, 因为他发出了求救的讯息, 菩萨不分别, 你是强盗, 你是百姓, 你是渔民, 正好是打仗的士兵, 不管, 先救你再说。 那我们从在修行上来说, 我想到有一个切入点,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念我的名号的时候, 至少你心中的对于慈悲的, 对于慈悲的像母亲一般的菩萨和神灵的呼唤, 如果有这个心, 说明这个人还是可以改变和笑话的。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是因为不懂得善恶, 不懂善恶才作恶, 对不对? 当你的生命危观的时候, 菩萨救了你, 那菩萨说, 接下来我要请你, 每天念三个小时观世音菩萨名号, 你做不做? 肯定做, 肯定做, 当然菩萨为什么提前不去给你提这些要求呢? 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要救。 我的教化只有你活着才能教化, 你死了,没法教化了。 它叫能够听懂佛法的时候, 也有个你的生命状态的缘分的。 如果你是厕所一个区, 怎么说你也听不懂啊? 你也没法念了,对不对? 所以你当具备能够修行和听得懂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为人的时候才最容易听得懂。 你这样不可能成为天神啊,对不对? 你要具备听得懂和修法的状态, 你就容易被教化。 所以菩萨就去救他。 这话说有个小偷, 他也信关心菩萨, 小偷呢, 这还挺虔诚, 但是职业只是小偷而已。 他每次偷了东西, 一个偷之前的时候, 哎呀,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他在一般念的佛, 就是别让人给抓住了, 偷钱。 结果很顺利, 偷到手了, 偷到手之后很开心, 偶尔到庙里去, 在香炉上放那么三炷香, 成本非常低, 是吧? 还有很多时候去烧香, 自己都没有套一分钱的, 就在庙里拿着香, 你点上去就行了, 你看多省事啊, 那求菩萨有显灵, 结果有一次也不幸, 他觉得,哎, 这次还没烧香呢, 结果一头东西给抓住了, 这警察抓了, 他想起来关于菩萨普门品啊, 他背了一遍之后说, 其中有一个, 是吧? 给上上枷锁之后, 枷锁立刻脱落, 他赶上去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来救护救难了, 弟子现在已经被一个坏警察给抓住了, 你看欺负好小偷啊, 我可是好人, 对不对? 我只偷一些坏人的钱, 是吧? 我说我是好人, 是吧? 虽然是名为小偷, 实际上只是名相而已, 我就是一个好小偷, 把我给放了, 结果一会儿, 警察进来说, 嗯, 无罪释放, 下次注意点, 释放了, 哇, 太灵验了, 太灵验了, 下次手机更好, 在家里先练练水煮鸡蛋, 那问题夹, 夹钱包, 夹东西, 好, 等练好功夫之后一偷, 又偷了半年, 结果还被一个厉害的警察, 一下又给他抓住了, 小偷, 卡卡卡, 手铐一铐, 走, 去警察局, 一抓住去, 关起来, 一看, 他也害怕, 战战兢兢, 赶上你, 大慈大悲, 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 弟子又落难了, 又叫一个坏警察给抓住了, 快救救我吧, 你不救一个善良的人怎么行呢, 你怎么是观世音菩萨呢, 念了半天了,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太极了一身汗, 来了一个老警察, 警察局局长, 不罪失放, 下次注意点, 手脚麻利点, 把他放了, 太灵验了, 接下来一次, 就是六年期间, 被抓了六次关进警察局, 他还不死心, 这次我再念, 前头都灵验了, 再进来之后, 警察觉得说, 这么讨厌的, 怎么你每年都抓你进来啊, 所以你要死, 就死不改回呢, 警察就是说, 你一个贼罐偷嘛, 但是警察特别讨厌, 这次抓住你, 不放了, 看一能嘟囔, 念什么都没用, 就不放你, 就果真,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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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的鼻子出血, 可是还是没人放她, 怕你六年, 天天干苦活去, 结果有一天晚上做梦 一看在梦中菩萨显向了之后 菩萨快来救我 弟子快在这累死了 你让一个好人小头 给抓进来之后 是不是啊 这是不公平啊 菩萨你一定得救我啊 是不是 我给你上高香啊 菩萨说 屡教不改 当下地狱 他一听 啊 喊了一声就醒了 第二天醒了之后 又进来一个警察 拿着一个图在队 就是你 杀人犯 结果有一个画像 捉一个杀人犯 这个小偷 那个像 正是那个杀人犯的像 拉着去 砍了 这小偷就回老家了 临死之前 哎呀菩萨 为什么不保佑我呀 我天天念你呀 我是新城的弟子呀 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所以给你的就是最好的 但是你也需要自觉呀 对不对 自觉才少犯错啊 不自觉 就一直是叫沾佛的光 沾菩萨的光 而不懂得回心转意 是不是啊 不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 那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佛菩萨给你的好 你要懂得珍惜 要懂得悔过 懂得知足感 这可能你学得不够 所以的话 你念了一层菩萨名号之后 之后 你有没有去读 这些经典 教你怎么做人 你不能利用菩萨的慈悲 而满足你的歪道 是不是啊 那佛菩萨什么人都保佑 也保佑 但是希望你要能够 是吧 迷途知返 痛改前非 悬崖勒马 才能是回头是岸 希望大家 做坏职业的 做坏事的 从此呢 筋喷洗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